陈真华和彭一鸣是广西脑科医院的母女护士 1990年,母亲陈真华来到脑科医院成为一名精神科护士 28年后,他的女儿彭一鸣也跟着他的脚步来到脑科医院 与妈妈成为同事 在他们眼里,精神病人并不可怕,甚至还有些可爱 照顾他们就像哄小孩 位于广西柳州市的广西脑科医院 是广西唯一以诊治精神疾病为主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 5月12号,护士节前夕 中心社记者在医院见到了他们 今年50岁的陈真华目前已转到内科工作 照顾同时患有三高老年痴呆症的患者 是他工作中常有的事 他熟练地以每分钟100次的频率为患者拍背清肺 教患者在床上打拳击,活跃上肢 踩空中自行车锻炼下肢 在他的悉心护理下,这位75岁的老年痴呆症患者 从入院时只能靠轮椅到现在能在搀扶下行走 看着患者逐渐康复,这是他工作中最大的成就感 但他工作也并非一直那么顺利 谭琪已经从事30年的护理工作 最让陈真华委屈的是被患者打骂 在精神科,被患者打骂对于护理人员就是家常便饭 尽管特殊的患者让陈真华吃了不少苦头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女儿彭一鸣选择和他一样的道路 从小在脑科医院里长大的彭一鸣 尽管知道精神病患者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他不抵触,在高考填报志愿时 5个专业就有3个跟护理相关 彭一鸣是一位95后,现在在精神科8病区工作 相比于综合门诊,精神科的病人更加需要情感上的关怀 为患者做心理辅导,倾听患者的心声是他的日常工作 在精神科与患者接触近一年后 彭一鸣发现精神病人并不可怕 反倒有些可爱,照顾他们就像哄小孩 接触下来我觉得他们是挺可爱的 都像小孩一样,都需要哄的 而且他们不发病的时候就是像正常人一样 当那些很吵很闹的病人 好了之后,病情好了之后,稳定之后 他们会主动过来感谢我 说谢谢护士,谢谢你帮助我度过困难 帮助我恢复健康 然后到这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工作上遇到的困难 彭一鸣也经常会和妈妈述说和请教 如今,陈真华不仅是彭一鸣的同事 也是他的师父 像在精神科那些病人受那种幻觉跟妄想支配嘛 他们容易就是会发病,然后会用暴力来攻击我们这些护理人员 有时候回家我就会很郁闷 就会跟妈妈说,妈妈就会跟我来分析一下这些问题 会告诉我怎么做 我还挺感谢她的 妈妈是我一个很好的老师吧 我还会给你打电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